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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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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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ss啊 我知道 说到日本还有个东西非常有名 就是它的糕点 其实在杭州呢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日本糕点店 叫做安芝秀果 小冬也去吃过 所以对日本糕点一直是充满着期待 那我今天要来到北海道 所以我一定要去尝一下 那你给我带来的这家店是什么店呢 这次呢 会带来这家店呢 是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呢 北海道其实盛产土豆 土豆 嗯 没有错 那这家呢 那家店呢 会有一些是土豆做的那个 呃 零食 那可以 请你找开看 我们现在继续里面看吧 那这家店叫做什么名字呢 它叫 若干萨芋 若干萨芋 哦 想到又都学了一个日语单词了 好 那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用土豆做的糕点是什么样的呢 嗯 嗯 想到刚才跟你说的这家店叫若干萨芋 那它呢 有一个同名字的一个那个零食呢 就叫若干萨芋 诶 我看到了 若干萨芋 对 日文就是若干萨芋 那这个呢 其实萨芋的意思呢 在就是日文来说的话是叫土豆的意思 土豆 哦 其实刚刚Alice有跟我解释说 若干萨芋是这家店的就是主人的姓氏 对 它们是什么名字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看看一下它们的这个人气商品吧 那这其中一个人气商品呢 就是这一个 它是一个土豆做的饼干 土豆做的饼干 对 诶 我其实想到对这种北海道限定的东西 特别特别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一个地区限定的东西 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就买不着了 那第二个你已经介绍的呢 这个叫做练参 练参 它这个甜品呢 其实也是像饼干类的 那这个 左边这一个呢 是白色巧克力 诶 而这右边这一个呢 它是黑色的巧克力 哦 其实我看到这个名字 有恋爱的恋 然后我想到巧克力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饼干 肯定跟爱情有关系吧 没有错 那这个可其实跟日文有点关联哦 恋生的话呢 在日文来说叫做 其中一个意思呢 就是说呢 它的那个恋爱诞生了的感觉 恋爱诞生了 对 另外一个意思呢 恋爱的意思呢 在日文来说是好吃的意思 好吃 就是说它这个恋情很好吃 很甜蜜的感觉 这和欧力戏是一样的 没有错 其实从小诺的理解上来看 就觉得恋生 就是吃了这个糕点以后 就有一种恋爱诞生的感觉 享受恋爱生活的感觉 对 没有错 所以说我必须把它带回中国 对不对 好 好 来 哇 那这么说 吃了恋生饼就会爱情甜甜蜜蜜吧 那你们两个可要多吃一点哦 北海道除了有美丽的雪山 还有美不胜收的 就是新衣草了 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 被誉为东方的普罗旺斯 所以日本发达的护肤品产业 当然离不开新衣草的功劳了 那北海道这两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冷 因为下起了大雪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天才比较干燥 然后艾丽丝说 要带我来这买非常非常不错的护肤品哦 没有错 那说到北海道来说的话呢 薰衣草下面一个特点之一 那我现在来到你这里 带到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有一些薰衣草的护肤产品 那你看到这边一系列 全部都是薰衣草做的护肤品哦 冬季非常容易干燥 西草成分可以很大程度上的帮助我们补水 艾丽丝建议电视机前的妹妹们 可以先去除老化的角质 然后再使用含有 马油 胶原蛋白和玻尿酸等成分的多效保湿霜 一定会让你的皮肤变得水嫩嫩啦 相信每个女孩子都无法抗拒护肤品的诱惑 更何况是在这如此浪漫的氛围中 所以接下来小诺可是要好好的烧品一番 诶 这是银铃卡吗 你没有看错 现在在日本银铃卡的使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 真的是太方便了 那今天吃饭的时间又到了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说到日本的料理呢 我们第一个想到这里就是寿司 那小尊是北海道吃寿司最好的地方 所以今天Alice也带我到这里来了对不对 那这里来说的话呢 它这个寿司店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寿司店在小镇来说的话 那还有几台历史呢 是超过七十年的历史哦 诶 听说今天Alice不仅要带我吃正宗的寿司 其实这没有什么嘛 因为来到小敦每一家店都很正宗对不对 对 但是你知道吗 今天她请了一位非常非常顶级的师傅 要教我来做一下最正宗的日本寿司 没有错 今天呢特地呢 请到呢这一位寿司专家呢 他呢可是这家寿司店的社长来自哦 社长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就是做寿司体验这个想法呢 主要是因为呢 他认为寿司是一个日本的传统文化 那他想把这个传统文化呢 传到各个不同的世界各种不同的地方 诶 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两个中国套地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然后把它带回中国 好啊 那既然两个人进行这样学习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PK一下嘛 这样有竞争才有套地利对不对 对啊 咱们来接受我的挑战 我吃不怕 那我也不怕啊 因为你看在爱上社会 小诺出了你闲两个数则 我怎么会怕你 我是非常非常有信心哦 那好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好不好 好 走 把手洗干净后 首先用右手拿起鱼饭 卷成乒乓球大小 之后再慢慢地拿起鱼片 用食指把芥末放入鱼片中 然后再将寿司翻转 用左手的大拇指推压 捏好 最后把做好的寿司放正 再继续用手指加工 捏成精致的形状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和爱丽丝的寿司已经做完了 看见没有 怎么 是不是卖相很不错呢 那接下来呢 就要请我们的师傅来给我们俩 安详证 看看到底是爱丽丝的还是有什么 令人在用手指的尿司 记得到右手指的尿司 记得到右手指的尿司 我们的笋手指的尿司 需要把手指捏放在旁边 来打开 然后拿起来 科技 老师 哈老师 爱丽丝的手艺到底如何呀 很好吃 好吃 好好吃 好吃 妈 再来尝尝小弄的吧 嗯 很好吃 好吃 好吃 我来吃 这个 我说,老师,你还真是善良啊,谁都不得罪,都好吃,看吧,他俩乐了呀 好,你看看,你对谁样 没关系啊,刚刚有没有说谁吃过寻思丝吗 那你应该请客,我好开心哦 没问题,我应该去请客去 发我把这六个饭团全吃了好不好 好 然后你就没有了吃夜 我吃到好开心哦 显胜,显胜而已 我们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 是的 然后我这么细心的教我们,那我们现在也学会了比较重点 那85分呢,我觉得不是看过寻思店没有问题的 好,那我们可以再继续努力看看能不能达到100分的选择 好 继续努力 那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谢谢 谢谢 ANA全日空航空公司是旅客数日本最大,世界第十位的航空公司世界 中日间的航班,除了杭州和东京及大阪之间的航班之外 九个都市之间有航班 ANA在日本国内及国际线的航班 每天有142条路线,约850个航班运行 游客可以选择从东京或大阪到达北海道的航班 ANA高质量的让乘客在空中就感到了如同已经到了日本离养 ANA与北海道政府合作开展了冬季滑雪旅行及夏日观光的旅游已有40年 让游客体验到了北海道的最大魅力 ANA全日空航空公司的中文咨询电话 4.0.8.8.2.8888